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更新的日子哦 首先我們到這個櫻花飄舞的簽到板 有1500的新幣可以領取下來 然後第二天、第四天跟第六天都有寶石可以領取哦 然後還有一個櫻花的髮袋哦 這次官方真的超佛心的 然後還有這個島嶼入住的支援活動 像這個就是第一天簽到就可以領取囉 然後再來是前往海灘 我們就是走到海灘這裡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到學校哦 也是到了學校就可以完成啦 然後還有這個市中心完成披薩外送的任務 就是到市中心找這位趴趴美洛哦 接取任務幫他外送就可以完成囉 然後是參加遊戲派對啊、釣魚啊 然後幫別人點贊啊 都是一些非常簡單的任務 全部完成了以後呢 就可以拿到這件很可愛的吊帶褲哦 大家一定要記得來做這些任務哦 然後第二天的任務呢 目前還沒有開放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箱子 這一天的獎勵還不錯 有一個寵物蛋 然後還有一個寵物柵欄 然後這個是有帽子、鞋子跟那個背包 這個背包看起來也是非常的好看 再來最後一個是居然可以送你一棟房子 只要你完成就可以拿到這棟森林之屋哦 再來我們來這個 敲敲打打櫻花家具的任務版 像這個櫻花飄舞千道版 這是第五天才可以領到的 然後有拍照的任務哦 我們就是到露營場這裡 今天居然有人在睡覺 起床、起床、起床啊 算了,叫不行 就是這裡 這棟大房子 米色的房子旁邊這裡 旁邊有一個藍色帳篷的這裡 這裡有一棵很小的櫻花樹 你就是拿起相機跟他拍照 這樣就可以完成這個任務囉 非常的簡單 再來還有另外一個拍照的任務 我們就是到市中心 然後打開地圖 然後點這個操場 然後你點帶路過去 到了這個足球場以後呢 你就往旁邊看 這邊有個樓梯可以走下去 注意看一下是這個樓梯哦 然後這邊有個看板 上面有個那個廣告的看板 就在廣告看板的旁邊而已 這邊其實已經有些人都在這裡拍照 其實還蠻好找的 就是一棵最小的櫻花樹 一樣也是跟他拍照 就可以完成囉 再來有一個藍髮的任務 就是到市中心去找這個小姐藍髮啦 然後我們就是找一個最便宜的 然後你記得你的髮型要換哦 因為是直接把你的頭髮的顏色染掉哦 一定要記得換成一個是你不喜歡的髮型 千萬不要把你最喜歡的髮型染色囉 主要就是要完成任務而已 再來是這個要吃櫻花製作的食物 這個非常的簡單 你打開你的信箱你就會看到 今天的維護補償是櫻花蘇打 然後有五個 你就是把它喝完就可以囉 這樣就結啦 也是拿到新比250元 然後我們到製作工坊這裡 這裡有很多櫻花家具可以製作囉 像我就可以製作這個櫻花的燈串 真的超漂亮的 然後還有這個櫻花的滑板我也很想要製作 我只需要再抓兩個櫻花花瓣就可以製作囉 再來它有個任務最簡單的就是 應該每個人都有這個櫻花搖椅的家具 你就是把它擺出來 然後你就做上去 這樣就可以完成任務囉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 也是到剛剛那個製作工坊就可以製作了 這個是任務的需求 大家一定要把它做起來喔 再來這個獲得禮物台幣的獎勵 就是市中心這些禮物的箱子 目前是還沒有看到有什麼 然後採集櫻花的花瓣它要50片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還沒有辦法收集那麼多 反正你就是收集滿50片以後就可以拿到獎勵囉 然後這次櫻花活動最終獎勵是這個 櫻花的漁夫帽還有櫻花的吊帶褲 還有櫻花的運動鞋 都是粉紅色超美的 大家一定要來努力做任務囉 好啦那今天的更新就分享到這裡囉 大家趕快去解任務 拿取這些很可愛很可愛的獎品囉 喜歡請記得訂閱喔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